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1号星期六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来看详细内容 一场大规模疫情席卷中国 医院吃紧 有人形容说 整个北京都在咳嗽 官方说是支援体肺炎 民间怀疑是新冠卷土重来 最近 支援体肺炎 孩子反复咳嗽高烧等话题 不仅登上微博热搜 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各大官媒报道 这轮疫情首先冲击儿童 多地儿科迎来就诊高峰 杭州陆女士18日半夜发文称 女儿半夜温度烧到39.7度 送到医院后看到 半夜的儿宝也是很多人在排队 全是看发烧的 《前江晚报》报道说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大厅 在早上8点半就进入满载模式 儿科蒋春明主任介绍 近2个月儿科每天门诊量在1000例左右 上周末 门诊量已达到1800例至1900例 住院病房已全饱和 还有很多患儿等待住院 今年支援体肺炎持续的时间很长 患儿症状包括反复咳嗽 持续发烧 甚至有一位10岁患者 肺部出现黑色小空洞 部分肺坏死 腾讯网11日一则消息指 河南郑州一名8岁男孩儿肺部出现很多空洞 背很疼 疼得动不了 河南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王彦琼说 这是支援体肺炎感染 病和病肺坏死 拍片能看到肺上有空洞 就像一块布烂了一样 广东媒体19日报道说 深圳一名7岁女孩儿出现高烧不退 剧烈咳嗽的症状 深圳市儿童医院CT检查发现 她感染了肺炎支援体 整个幼肺大部分变成白肺 有网民感叹 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北京的小孩儿好像都在咳嗽 北京医院已经爆满 太不容易了活着 整个北京都在咳嗽 有的老人活了七八十岁也没得过肺炎 这波都感染了 咳嗽剧烈 有很多学生 幼儿园小朋友 全都咳嗽发烧 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情况 武汉 石家庄等都传出支援体肺炎大爆发的消息 这轮疫情看起来症状重 范围广 海外网民议论说 如果支援体能大规模感染成这样 这免疫力得多差 与新冠刚爆发时类似的是 官方又一次出动专家喊话说 肺炎支援体感染不会大面积爆发 网民回应说 孩子们挂水都挤去医院公园户外了 要说这不算爆发 那又说什么 今年是肺炎支援体流行的大年 也有人透露 染病的成年人也多起来了 北京 福建 内蒙古的网民都留言说 我家这边成年人感染的也很多了 很多幻儿家长也被传染了 我们同事都因为照顾小孩被传染上了 成年人支援体上升 很多去了医院一查就是白费 网友20号拍摄的视频显示 少林寺方丈施永信正在飞往阿林球的航班上 在商务舱中 施永信穿着一身僧服显得十分显眼 施永信此前多次被实名举报 包养情妇 与僧尼有私生子等丑闻 现旅居澳洲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云华 21号接受西方之声采访时表示 施永信是假和尚 其实就是中共的官员 把少林寺变成了一个企业 李云华解释说 如果是企业官员 那就会贪污腐败 吃喝嫖赌 包养女人 李云华叹息 中共建政以来 寺院这样有信仰的地方都被毁了 当年江泽民集团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后 施永信为了利益 也曾多次发表诋毁法轮功的言论 1949年这个中共传政之后 其实宗教一直是被打压的 就是正统传的这种宗教信仰 而后来他所谓的各个教派他扶植的 其实都是像中共官僚一样的那种人 就是完全去遵讯中共的指示的 办事的 另外 李云华表示 寺院已经变成政府创收的工具 少林寺这样有名的寺院也难逃厄运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 把寺庙变成了一种捞钱的工具 很多当地的像这种宗教局管理的 或者旅游局管理的寺庙 他们就是定期你要把你收的钱 要向这相关的这种行政部门去交纳 那少林寺就比较突出了 少林寺一个是历史上 它是一个名的佛教寺院 再有一个呢 中共当时拍过一个少林寺的电影 那比较出名 所以大家对那个比较了解 就凭共产党一文说 中共的统治基于无神论 它对文化的破坏是有组织 有计划 有系统的 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 从建党到现在 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 从来都没有停过 更为恶劣的是 中共对传统文化 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 把从古到今 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 产生的宫廷斗争 全谋轨迹 独裁专制等发扬光大 创造出一套它的上额标准 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并让人认为 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的文化继承 中共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17-18号召开 参与方的政要大规模缩水 西方国家首脑集体缺席 外界注意到 本届论坛取消了 以往两届必有的领导人圆桌会议 并没有像前两届一样 发布联合公报 在中共外交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路透社提问 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为何没有同网接一样 召开领导人圆桌峰会 也未发布联合公报 发言人毛宁所问非所答 对此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嘉隆 21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这些国家的政要都是去向中国乞讨的 圆桌会议让中共自调身价 他说 这个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变成 我们用武侠小说来比喻 就是丐帮大会 这些贫穷国家是来跟中共伸手的 也包括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 现在中共自己经济不太妙 所以场面就相比前面两届 缩水很多 西方主要大国统统缺席 新兴市场经济体 比如说韩国或者泰国越南都没有出息 只剩那些贫穷国家来配合演出 包括要依赖中共 需要中共给支持的各国 普京也是 另外吴嘉隆表示 不发联合公报是因为与会各国 对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共识 纯粹是中共自娱自乐 所以现在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 大家向中共伸手要补助 要经济援助 要各种资源的一种聚会 对习近平来讲 再去办高峰会也没啥意思 肯定要给钱嘛 就省下来嘛 此外中共为何还要在此时召开一带一路论坛 吴嘉隆表示 中共要靠一带一路输出专制 提升国际影响力 他在这个时候打肿脸冲胖子 也是一个配套就是从乌克兰到以色列 这些地区性冲突 地缘政治的风险 变成习近平在国际上要站稳脚跟 要扩大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配套 就是中国要提升国际影响力 把手伸进欧洲 把手伸进中东 这个也是他的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设计 就是在分散美国的资源跟力量 把美国困在欧洲困在中东 分兰外交部20号表示 连接分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 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电信缆 8号遭到破坏 分兰调查人员称 这可能是蓄意破坏 调查目前集中在一艘中国船只 新兴北极熊号上 分兰调查人员17号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波罗的海管道受损时出现这个区域附近的船只 发现一艘中国船只 新兴北极熊号 恰好在附近 新兴北极熊号是一艘途经北极 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航行的中国货柜船 分兰调查人员补充说 现在的调查的重点 是这艘船是否具有这种破坏力 北约19号表示 波罗的海地区海底基础设施近期遭到破坏后 跨大西洋军事联盟正在加强在波罗的海上的巡逻 监视和侦察飞行 海上巡逻机 北约预警机和无人机 以及4架北约猎雷舰组成的舰队紧急升空 分兰外交部20号表示 针对管道和电信电缆破坏仪式 它们已联系了中共当局 但是目前中方拒绝对此置评 管道运营商上周表示 修复管道至少需要5个月的时间 看来芬兰冬季时得完全依赖液化天然气进口了 天然气约占芬兰能源消耗约5% 主要用于工业 热电联产 去年 在波罗的海发生了水下爆炸事件 导致了三条管道破裂 这些管道负责将天然气从俄罗斯运送到西欧 这些事件引发北欧广大地区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 下面请看一座新闻简讯 首先是一条中共推出穿越剧 为习近平理论抬教的消息 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 是近期湖南电视台推出为习近平理论抬教的宣传片 引发舆论嘲讽 评论人士指 此情应了毛泽东当年说的网党预言 有网友引用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批孔在尊恐的言论 认为中共已陷入危机 下面是一条中国知名企业创办人去向不明的消息 继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被抓后 近期频繁传出一些中国知名企业创办人去向不明的消息 传网络电商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被抓 以及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和他的女儿杨慧妍可能已离开中国 虽然两家企业都出现辟谣 但杨氏妇女跑路的传闻没有因此打住 但外界发现碧桂园近半年的系列操作和当初恒大有着相似的轨迹 最后是一条中共修改保密法的消息 10月20日到24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共正在修改保密法 中共为什么这个时间修订保密法 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出了乱子 最近有消息人士说 中共党政军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保密大调查 事实上也只有中共内部人士才有条件接触和取得机密 体制内对习近平和对中共不满的各级官员才是保密法针对的目标 而这和中共在内斗中垮台可能有某种关联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同时希望之声TV开通了会员网站 内容丰富多彩 不仅限于新闻话题 每个月只需要1美元 一年也只有12美元 您的每一份赞助都能帮助我们创作出更多精彩的内容 也是对良心媒体最大的支持 欢迎您订阅希望之声TV会员网站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